承认吧 谁不曾在没心情去做新鲜烹调的时候 享用过剩下的意大利面呢 可是多数人不晓得 微波这种意大利面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你在中间挖个洞 它就会均匀加热 样子像一个大甜甜圈 要让酥皮点心保持新鲜 上面请盖一片面包 假如你想把饼干放在袋子里 放一些面包进去 这会让它们保持柔软 预防干掉 你可以用橡皮筋绑塑胶袋 或者也可以裁下塑胶瓶的顶部 像这样放在开口袋上 然后把两边转紧即可 帮自己做BLT三明治的时候 这意思是培根 莴炬和番茄 像这样交叠培根 这样子三明治就会全部覆盖到 切面包最好的方法是上下颠倒 从硬的那边开始 这样子你就能保持住面包的形状 你也应该等到面包冷却到室温再切 在户外喝饮料时 用杯子蛋糕纸盖住杯子 这样会阻止各种虫子进到杯子里 试试看先把冰淇淋容器放进夹链袋 再放进冷冻库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你明天要挖冰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可是冰淇淋在塑胶袋里就会保持柔软 与其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开爆米花袋 请从袋子侧边撕个洞吧 这样一来你的手就不会油腻腻的哦 梦想过东西都不会戳出来 而且内线分得很平均的完美三明治吗 就这样 只要把圆的三明治内线对半切 这样子它就能覆盖到整个面包表面 定书机底部的金属盘是可以转的 如果你把它转过来 定书针就会往外折 这样子东西可以只是暂时定在一起 定书针之后可以轻松拿掉 拆分石榴籽可能蛮有挑战性的 但假如你用这招就不会 首先拿一把很锐利的刀 从上到下划四刀流刀 切过皮但不切过水果本身 在碗里装温水 让石榴沉入水里 万一油籽破了 这样就能预防亮红色的果汁 沾染到衣服以及周遭的一切了 然后轻柔地把石榴沿着切线给打开 再把每个区块往外拉即可 有个拿汉堡的方法 能不让它在手中四分五裂 把中间三只手指放在上面 小指和大拇指放底下 这样会让内线都留在里面 从垃圾桶拿出垃圾 或是放进新的垃圾袋 都可能很棘手 但是如果在垃圾桶底部钻几个洞 就能让这个任务简单多了 这样一来 空气就能进到塑胶袋密封的下面 让袋子不可能自己真空包到垃圾桶上了 试试用筷子来吃起丝零食 这样子你的手指就不会油腻 如果你把垃圾袋存放开来 请把它们折成整齐的折纸三角形 这样能节省空间 杯子蛋糕的正确吃法 是像吃三明治那样子 首先把杯子蛋糕拿出包装 之后拨下点心的底部 然后放在上面 这样子就能让你每一口都享受到糖霜 有些巧克力盒子在个别巧克力槽之间有个小凹口 假如你推小凹口 周围的巧克力会从自己的小区块里给弹出来 如果你需要同时微拨两个碗 请把其中一个碗放在杯子上 吃鸡翅时 要去骨 只要握好 扭转 然后拉出两根骨头即可 打开玉米片盒子后 有些人会把内容物全部都换到另一个容器里 其他人是把塑胶袋折起来再放回盒子里 希望能在玉米片不新鲜之前吃完 可是还有另一个更好的技巧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使用调理机时 请先装一体 只有在加入牛奶 椰子水或优格之后 才放进浆果 水果或菠菜 你要画掉某些字的时候 不要只是在上面画线 如果有人想要搞清楚你写了什么 那样是没有帮助的 你反而是要在字上面写其他的字 拿披萨时要让它呈现U型 这样能够预防东西掉下来 你通常可以在包包 鞋子和许多购买的商品中找到细胶 放置这些是为了吸收多余的湿气 别把这些细胶包丢掉 每次你鞋子湿掉了 就可以把细胶放进去 鞋子会比平常干得快多咯 从今而后 你就可以跳过零食包装夹了 以下快招 能让你的零食保持新鲜 只要折几折 预防包包打开即可 就像这样 游记冰卷 意思是把衣服卷起来打包 能帮你省很多行李箱空间 这样也能避免物品皱褶 并让包包更有次序 用这个方法 折裤子、上衣、睡衣、泳衣和休闲服 可惜这对尺寸过大的衣服没用 比如针织套衫 你可以在浴室柜子里用衣杆或伸缩杆来挂喷雾罐 节省空间 假如你想把尺挂在刮钩上 尺上的洞就可能很实用 你想画完美的圆圈时 也可以把笔尖放在洞里 假如你需要在容器里装水 可是放不进水槽里 用本机就很方便 只要放特定角度 用它把水直接导流到下面的容器即可咯 与其把西瓜给切片 试着交叉切 现在你就能方便地吃西瓜棒了 而且汁也不会到处弄得一团乱 用冰块来做冰咖啡会稀释你的饮料 流失风味 换用咖啡冰块试试 这准备起来很简单 倒一些咖啡在冰块盘里冷冻 吃洋芋片显然还有正确方法呢 不 不是直接放进嘴里那么简单 假如我们讲的是像品客那种 请试着把波浪面朝下放在舌头上 这样通常会比较有风味 另一个技巧是这样 把长纸片滑进罐子里 再小心地拉出来 这就是你随机应变的品客盘了 定书机能在你放新钥匙的时候 轻松保持钥匙圈开启 多数厨房剪刀中间有像钳子一般的金属锯齿 位于握把之间 这些能帮你轻松打破坚果 蟹壳和其他坚硬的产品 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开罐子 瓶子或者是帮香草去精 吃芒果最简单的方法是切成方块 这样子你根本连皮都不用削 要快速把结打开 把尾端尽量扭转 然后推过打结处 香蕉去皮的最佳方式是从底部开始 就是黑点的地方 这样会让整个过程更整洁 再也没有几扁的香蕉和脑人的丝了 有时候你需要离开电脑 却又不想一直重新登入 把滑鼠放在指针手表上 滑鼠会感应到秒针的动作 这样就能避免电脑萤幕关闭了 要扩张鞋子可以穿着厚袜子穿鞋 然后在紧的地方用吹风机吹 活性竹炭能帮你去除异味及细菌 把它放进网袋中 放置于你需要清新的空气里 再也不用昂贵的空气净化器了 你可以自制保冰袋 让凉的餐点保持清凉 食物新鲜 拿一块吸满水的海绵 放进塑胶袋之后放入冷冻库 等到海绵结冰 它就能长时间维持这个状态 记得要用水密式袋子跟干净的海绵 你可以重新利用旧窗连环 只要把它挂在衣架上 再挂上丝巾或穿得过去的任何东西 这样能帮你节省空间 也让你在衣柜里浏览物品比较容易哦